这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 曾轰动韩国连续霸榜六天 导演以2009年米酒毒杀案为原型 市长在好友葬礼上谈笑风生 下一秒 整桌的人都突然口吐白沫 其中一人直接当场死亡 剩下四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米酒中掺入了致死量的农药 而葬礼的女主人秀莲衣服上 同样被检测出了这种农药 她直接成为毒杀案第一嫌疑人 被抓捕归案 由于受害者之一是市长 这个毒杀案瞬间轰动 门口聚集了大量媒体 电视台也时时转播 可秀莲是老年痴呆 而且儿子又是智障 无人能为他们申辩 此时远在首尔的知名律师宝珠看见新闻 脸色一沉 因为屏幕上被抓捕的秀莲 正是她的母亲 一旁嗷嗷哭的是她弟弟 可为何父亲的葬礼 宝珠身为女儿并未参加呢 十几年前 年幼的宝珠背着弟弟洗碗 结果脚一歪不慎从凳子上摔倒 身后的弟弟磕破了头 父亲将他暴打一顿 责备弟弟因为他才变傻 宝珠委屈极了 弟弟明明天生就是智障 后来长大的宝珠考上了首尔大学 父亲得知后二话不说给了大嘴巴子 接着把录取通知书撕个稀巴烂 掐她脖子说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家里 宝珠只能把希望寄托母亲身上 母亲却说给弟弟治病花太多钱了 没钱供宝珠读书 以后再说吧 众男轻女的家庭让宝珠喘不过气 决定自杀 被秀莲及时发现救了下来 她哭着说 该死的人是自己不是女儿 宝珠不理解这番话 没死成的她选择离家出走 而这一走便是十几年 再见到母亲时便是在看守所 然而母亲看着她却眼神涣散 连自己女儿都没认出来 葬礼上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 嘴里嚷嚷着要回去给儿子做饭 还漏尿了 宝珠很难想象痴呆成这样 真的还能策划毒杀吗 她来到案发现场 发现案件的负责人竟是受害者家属 这真的合适吗 接着宝珠去旁听案件审讯 身为一流律师 立马就听出案件漏洞百出 证人称亲眼看见秀莲投毒 而秀莲的辩护律师全程滑水 法院也草草结案 她直接赶走对方 亲自接手案件为母亲辩护 势必为母亲证明清白 痴呆的女人在审讯时被警察威胁 为了儿子人身安全被迫认罪 警察明显是暴力执法 不仅如此 宝珠发现首次开庭时 证人 对方律师 以及查案的警察负责人 都是受害者家属 显然他们是串通好的 宝珠在第二次开庭 直接放出审讯监控视频 提出警察的不合理执法 以及篡改现场 还有证人的证词存疑 并且以秀莲的身体状况为由 申请了取保候审 然而中毒的市长梅领和范 得知审讯没有顺态意进行下去 以职位便利受益医生 篡改了秀莲的体检报告 将秀莲重新逮捕 还受益检方律师阻止宝珠辩护 就在第三次开庭时 检方律师提出让智障弟弟作证人 步步紧逼要求他说出关键线索 弟弟被吓得不停敲头喊妈妈 秀莲以为他们要抓儿子 立马急了 当场事空认罪 激动到晕了过去 案件陷入僵局 宝珠意外看见弟弟拍摄的一段视频 得知三个月前 市长曾来看望过父亲 画面中的母亲精神正常 可当晚就神志不清了 跑到警局报警声称丈夫是杀人犯 市长和他亲友团是共犯 但经过调查发现村里并没有命案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很快宝珠有了新的发现 市长老婆曾给父亲打过一笔巨款 墙上挂着父亲年轻时和受害者们的合照 就在这时 屋内传来动静 宝珠发现地上的脚印 他顺着痕迹往里走 突然被人打倒 两人扭打了起来 几番周旋 宝珠被打趴在地 黑衣人没注意遗失了火机 宝珠马不停蹄地来到警局 想提取火机上的指纹 但因为此前的案件负责人是受害者家属 如今是检察院接手案件 并没有配合宝珠 无奈之下 宝珠请熟人警察帮忙找黑衣人 而检察院接手案件后 提前违法逮捕弟弟 想将他驱打成招 没想到弟弟反手一个大嘴巴子 声称母亲教过他被打就要反击 检察员愣在原地 没想到智障不好对付 于是从秀莲之入手 威胁他只要坚持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就会放过儿子 护子心切的秀莲赶紧答应 等宝珠前往拘留所时 母亲油盐不禁一直认罪 依旧没有认出宝珠是女儿 宝珠急得眼泪直流 完全带不动的珠队友 不仅如此 熟人警察抓到了黑衣人 可还没有对他审讯 下一秒就被检察院带走 案件一筹莫展 宝珠只能继续在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 发现了一个折断的手机 和撕得稀碎的照片 把手机送去维修 接着把照片拼接起来 发现这是一张婚纱照 新娘是母亲 可新郎不是父亲 而是一个叫嫖灿的男人 于是宝珠拿着婚纱照 找到了受害者之一 眼见自己也活不成了 给自己来试机点得 和宝珠坦白了一切 女孩背着弟弟不慎从椅子上摔倒 弟弟磕破了头 父亲得知把女孩暴打一顿 则被弟弟变成智长都是女孩干的 女孩委屈极了 明明弟弟天生就是智长 而父亲虐待女孩 是因为他并不是亲生父亲 在此之前 父亲为了抢厂长位置 和好友们联手杀害了接班人普灿 接着伪装成了溺水身亡 父亲后来顺理成章接手厂长位置 而怀孕的秀莲得知普灿逆比 决定殉情 父亲把秀莲救了下来 还说会替普灿照顾好秀莲 秀莲看在孩子的份上 只能委屈求全 谁曾想 普灿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母亲全然不知情 和杀父仇人共度余生 就在回去的路上 宝珠却差点和迎面而来的货车相撞 所幸他反应快没领盒饭 等他再醒来时 熟人警察已经拿到黑衣人的口供 黑衣人是被市长安排潜入案发现场 偷取一张地图 试成之后 便会给他一笔钱 黑衣人担心市长失言 暗自留了地图备份 地图上写了好几个人名 都是和市长老婆一个姓氏 果不其然 经过调查发现这几人 是市长老婆的家属 搜集了这几人的资产明细后 宝珠找上了市长 他知道货车是市长的手笔 一连在三响阻止他查案 他是绝对会揭发真相 还母亲清白 于是再一次开庭 宝珠把知情的姑父找来当庭作证 姑父表示 当年蒲灿死后 父亲顺利当上了厂长 但他并不满足 听说隔壁村后山里有金矿 便找了全村人借钱买下了后山 可其实这一切都是市长的骗局 那座山其实是他的 而且并没有金矿 然后拿着这笔钱从政 顺利当上市长 而父亲一穷二百 对市长敲诈勒索 市长只能买下父亲的土地进行开发 偷偷转移到老婆家属名下 这也是为何父亲存折上会有巨款 市长白口莫辩 只能接受警方对他立案调查 而这时 折断的手机也已经修好了 宝珠打开手机里的视频发现 父亲上气不接下气 说每次吃完秀莲做的饭都会难受 秀莲一定是想杀了他 宝珠立马起身来到拘留所 母亲也不装痴呆了 向宝珠坦白了一切 三个月前 市长来家里和父亲交易土地 提到了当年联手谋杀普灿的事情 如果不是他正好听到 他至今都不可能知道 居然和杀夫仇人共度余生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跑去警局报案 可是吴果决定亲自动手 每天在仇人的饭里喷上农药 让他不断承受痛苦直至死亡 接着在葬礼上 把大量农药灌进米酒 让儿子递给那些供犯 除了市长侥幸存活 其他四人不治身亡 他终于替王夫报仇了 宝珠才发现母亲真的就是凶手 当年是为了他才嫁给了仇人 心里的疙瘩消除了 母亲抱着悲痛欲绝的宝珠 不停道歉 说没有照顾好他 可宝珠是个律师 母亲是凶手的唯一证据在自己手里 在真相和亲情之间 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经过一番思虑 他选择了亲情 教了弟弟几句话 让他在法庭上 只证是父亲临终前 让他把米酒递给叔叔们 随后 秀莲继续装痴呆 没有认出宝珠是自己女儿 宝珠借机以母亲痴呆 没有杀人动机 把罪名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 声称父亲是因为市长 让他破产耿耿于怀 策划了这企毒杀案 证据就是父亲身上检测出了农药 完全具备作案动机 接着公开市长在职期间 开设赌场压榨百姓的证据 最后法院当庭宣判母亲无罪释放 而市长被双规调查 这样的结局大快人心 和情理却不合法理 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父亲和亲友团为了一己私欲 谋财害命 秀莲以暴制暴为王夫报仇 一生无辜可怜但不清白 保住明知母亲是凶手 身为一流律师 却把罪名推给父亲 让父亲成为凶手掩盖真相 那一刻他也已经丢失了清白 那么弟弟真的是智障吗 最后开庭如此流利地做伪证 莫非他也和秀莲一样 都是在伪装 恶人的恶令人痛恨 但善人的恶却是因为走投无路 只能被逼反抗 没有绝对的清白 情理和法理到底哪个更重要